这个才是山竹的正确吃法 不脏手也不流汁 不会把里边的果汁搞得满手都是 剥完之后里边的果粒还是非常完整的 不会搞得乱七八糟的 好了闲话不多说了 下面跟着视频看一下剥山竹的正确方法吧 首先把山竹顶部的这个叶子摘掉 然后把上面这个结也给它摘掉 摘掉之后不要直接用手去剥它 因为它的壳呢比较硬 像视频中的这样 两个拇指放在顶部这里 然后用力这么一按 旁边就会裂开 两个拇指稍微用力的往下按 边上就会裂开 裂开之后直接给它撕开就可以了 看一下非常的快 而且里边的果粒很完整 不会搞得乱七八糟的 如果是像剥橘子那样剥开的话呢 里边的果肉呢就会剥得乱七八糟的 而且里边的果汁就会流得到处都是 两个拇指往下按 不是往边上扯开 只要往下按 边上就会裂开 只要方法做对了之后 里边的果粒不会被破坏 里边的果汁不会流一滴出来 很多人喜欢吃三竹 但是不会开 总觉得吃三竹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三竹一旦挑选不好的话 就会挑选到里边是坏的果肉 我们在挑选三竹的时候 只要看三竹的一点 就知道三竹新鲜还是不新鲜的 只要看三竹顶部这里 这个叶子是绿色的 如果是绿色的话 就代表这个三竹非常的新鲜 如果这个叶子不是绿色的 比较枯黄的话 建议不要购买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